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讲《现观庄严论》 《现观庄严论》当中现在讲第二品 也就是说道智品 道智品作为一个得地的菩萨 他相续当中的一些境界和智慧 这个是我们用现观的词来进行了解和说明 就是这么一个前面我们讲到了略所 可以说见到的智慧形象 今天开始讲光说十六种认知的差别 那么这个有苦地的思想和基地的思想 还有道地的思想以及灭地的思想 这四项总共有十六种形象 不管是我们学举手论还是学大乘阿比达姆 以及学现观庄论 中观等任何的大乘教言和小乘教言 其实见到的十六形象经常也会遇到的 所以道友们也算是一个佛教当中比较关键的专用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尽量地 遇到这些特殊概念的时候大家应该要记住 本来我们学习 闻思的时候应该有一种 闻法和讲法有一种缘起 以前藏传佛教当中有一个叫做公堂丹碧准美 就是公堂丹碧准美 以前《水母格言》的作者 他说过 他如果想讲和问要真正得到清净的话 上师和弟子都要具相 具有法相 如果上师不具法 弟子不具信心的话 那么所谓的传法跟聊天没有什么差别 他说过这样的 我觉得他的教言确实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真正的传法 佛法的一些交流 当然作为传法者他至少也是对法有一种热爱 对法有一种欢喜心 然后对法有大概的词句和内容 有所掌握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传法者的要求 作为闻法者 首先对法门有一种信心 所谓的信心就是一种兴趣 自己乐意听说 而且愿意接受 这几个条件还是要具足 如果上师也好 传法者心里也是对法没有什么热爱 作为听法者对法门也好 对传法者没有什么信心 所谓的信心就是一种信任 没有这样的信任的话 那确实是大家互相跟聊天也好 好像跟世间的上课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传法的层次和加持要更为殊胜的话 自他的相续要有进化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次跟大家 一起传法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是 论典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 也要很认真地去观察 同时哪一个法师传讲的时候 这些法师也一定会下了功夫的 再加上他有他一种智慧 相续的传承 自己有一种欢喜心 为什么我们对法师们要恭敬呢 我们实际上是对真理的一种恭敬 这个应该知道 现在世间当中有些说法 我对很喜欢老师 我更喜欢真理 有这种说法 这是一个现代的词 意思是这样 就是我为什么要对一个老师 对一个法师有恭敬心呢 因为我在他面前要求的话 我如果没有恭敬心 得不到的 这是任何一个现象 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依靠 以恭敬心来得到真理 那么这个真理的来源就是老师 所以一般希求真理的这种精神 特别适合于佛教的真理观 价值观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清楚 这种心态下你接受的智慧也会非常的珍贵 我们每一次 哪怕是每一个小时听课的时候 你要想到 这个法对我来讲很重要 不管是你修一个加行也好 密法也好 或者任何一个法门 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 哪怕是半个小时也好 辅导也好 我听到有个别的人说 啊 我现在辅导没有什么兴趣 我对某某法师的课没有什么兴趣 这说明自己对法的意乐不强 如果对法的意乐强的话 那么你首先肯定是选择这个法 你要选择这个法的时候 这个法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他会传的话也会得到的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公案当中 即使特别面目这种恐怖的落叉 他传授的时候 他也很乐意地 欢喜地去接受他的法 他并没有想说 这个落叉很可怕的 落叉很丑陋的 所以我不愿意得他的法 没有这样的 我们世间的一些老师 他们有些学生 有一个老师说是 学生现在特别喜欢长得好看的老师 我长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有点痛苦 很多学生不喜欢我 我想当时想学生喜欢不喜欢 他可能一毛取人 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老师不管是长得丑也好 美也好 但他相续当中的真理 对于学生来讲很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 应该是真理 对真理的希求 佛教当中的有些真理 佛教当中的有些个言非常相同 下面讲到苦地的思想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真如与咒之 护无能所义 故不虚差别 广大无能量 总共有两个颂词多一的 不是两个颂词 应该叫两行多一本 怎么也不是 我们知道是 得到一地菩萨的时候 一个城市刹那间当中 获得了真理 他获得了真理的智慧 实际上已经通达了一切万法的实相 这个实相通达了什么呢 他通达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善界的一切万法的真相 在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智慧 分为六种不同的形象 一个智慧分为六种不同的形象 那么这路动不同的形象 归根基地 他就苦极灭道 四地 每一个地要分为四个相 这四个相 很多的 包括俱世论也是这样的 就是愿欲界的苦地 愿欲界的智慧 还有愿色界 无色界 算为一个上界 对他要两种智慧 这样苦地分为四种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 大家都应该清楚 作为第一地菩萨的智慧 它是什么样方面的一些具足功德 实际上在这里的十六形象 这种菩萨在如定的过程当中圆一切法界 然后愿一切法界的时候 他的境界是远离一切修论的 光明智慧 无二无别的这样的境界 就不可思议的 出于触定的过程当中 很多功德也有现前 所以他这里有些时候 如定虚空一样的境界 有些时候触定如梦如幻的境界 那么他的不同的境界是什么呢 真如意之之 虎无能说意 故不虚差别 第一个 他现见了欲界的所有苦地 这个时候他欲界的障碍全部断除 现前智慧无间道 这个时候他的境界是什么样呢 他的境界也就是说 真如指的是法界 然后诸指的是怨他的智慧 那么正如法界和怨他的 菩萨的智慧 这两者互相都没有能一所一 或者一体他体 或者说是经合有经 或者说是其他的来和去等等 所有的这些对立法都不虚差别 没有任何这样的差别 可以说是无二无别 这就是所谓的苦地的法人 因为每一个地他愿欲界的 叫做法人和法智 然后愿上界的 叫内人和内智 分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刚才颂词里面讲了 真如和智慧没有能因所一 而且这两个一体他体 凡是所有的这些分别相 全部差别都不承认的 这么一个境界叫做法人 这个是苦地的 应该说是法人 这一点就是苦地的法人 颂词当中 广达这个字说明了法智 那它怎么说明呢 刚才他用能缘的智慧和所缘的正如 这两者名言当中 可以分为一个能缘所缘 或者是能知所知 能有境对境 但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的 这种无二无别不仅仅是 你刚才对欲界的一个 很渺小的范围 他能缘解到一切万法和一切智慧 非常广阔无边 那么这种境界 可以说是在欲界当中 现见苦地的 刚才是无间道 欲界的这些所有的障碍 全部断除以后的现前什么呢 现前是解脱道 这种解脱道的境界 也实际上是 今和有境无二无别的 这就是苦地的法智 这个广达就说是法智 然后这里无能量 这个是什么呢 就愿上界的 他这个时候完全现见了 上界的苦地无间道的智慧 也是今和无二无别的 这个时候他的能缘的智慧 无有任何的量 他的智慧表面上看来 好像是他作为有境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量 不可思议的智慧 这个叫做内人 后面有个无量 这个也是愿上界的 愿上界的什么呢 现见一切万法无二无别 也可以说是断除一切障碍的解脱道 在那个时候 今和有境也是无二无别的 愿这样 这个时候整个一切的正如法智 像虚空一般 广大无量 因此颂词当中有无量这个字来表示 这个就是苦地的内智 那么这样苦地有法人法智和内人内智 愿下界 愿欲界有法人法智 愿上界内人内智 这样以后 总而言之 苦地所舍的一切法 作为一地菩萨的智慧来讲 完全都是现见的 这个叫苦地的四种形象 下面是极地 极地也有四种相 无二便 诸必欲舍等 只为佛子行 无趣无舍等 此等 颂词当中有这样的 跟这个推理方法 跟前面也是一样的 得到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他从苦地的四个层面 这些法全部已经折磨了 现在作为痛苦的因 实际上是极地 这个极地也完全要证悟 烈和烦恼也要证悟 那这个时候 他完全证悟了 对欲界的所有的极地 一切的事项 那这个时候 他先前一切的道障全部没有了 然后先前无间道 无间道的经和由经 无二无别的 这个层面可以叫做无二 无二变 那么无二变的境界当中 没有长和短 没有来和去 没有生和灭 凡是而愿对立的所有这些法 全部都是不存在的 这是愿欲界的极地的法人 这个是法人 诸彼于舍等 只为佛之心 那么这个说明 极地的法智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现见了 一切万法极地的本体 业和烦恼的本体的时候 凡是我们执着为舍 相 味 以及舍云 香云等等 一切万法通达为 最后通达之为什么呢 佛的自行 也就是涅槃的自相 就是所有我们现在 不清净的这些法 跟涅槃无二无别 跟法界无二无别 跟空心无二无别 那么这样的境界 实际上它就是极地的法智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一切色等这些万法 实际上是跟涅槃无有杀虚的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 前一段时间我们专门引用 一个般若德等教证 这里面讲的一样 轮回于涅槃 无有少差别 这样的一种境界 叫做极地的法智 然后无趣无色灯 无趣无色灯是愿上界的 也就是说愿上界的一切万法 无有 在生意当中 它远离戏论的 在世俗当中 也可以说是无有趣的 无有色的 灯子里面包括无神灭 无耐趣 无长短 无黑白等等一切就没有 它在无间道的境界叫做内人 后面是赤灯 赤灯在入定当中远离一切喜乐 然后在出定当中 证悟了这样的境界 没有通达的众生生起无边的悲心 与智慧无二无别的四无量心 自然而然生起了 因为菩萨的相续当中 有慈悲等的缘故 相关讲义里面说 它不会堕入极灭的边 这也是因为有慈悲的缘故 如果我们没有慈悲的话 很多人也会容易堕入极灭 所以这个就叫做基地的内智 所以在这里 以前的一些上师们也经常讲 比如说第一地菩萨 他不堕涅槃 不像声闻阿罗汉一样 他不堕涅槃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大悲心 其实大悲心对我们来讲 确实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还没有得到一地菩萨 但是你相续当中有了大悲心 平时自我的一些琐事 或者对自我的一种夸张 对自己的希求一些快乐 这些现象 基本上不会障碍你的修行 不会障碍你的 如果你相续当中有大悲 我们很多道友的平时发心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道友他自私自利的心 基本上没有 平时都是一种妄我的 还有平时都是一种 真正像一种特别强烈的利他心 在这样利他心的趋势下 自己的空间怎么样都可以 在为自己而添条件的 很少很少的 在这个时候他的发心也好 他做事情的话 他会大具围住的 他不会以一种做的 一个很小的 很狭隘的思想 痛苦半天 跟别人讨价还价 很多人 所以我们平时世间的一个老师也好 我们学院当中的一个修行人也好 学会当中的一个发心人也好 很多人最后为什么退出发心当中呢 主要的原因 自私自利的心太强了 慈悲心太弱 如果慈悲心很强烈的话 那么比如说 某个人对我的态度不好 某个人对我的关心不好的话 这个是对个人来讲 他根本不会放在重要的位置 如果自己的慈悲心比较弱的时候 那么对自身的少有一点危害 就受不了 所以这种人 一般到一定的自己势力的时候 他不一定去主动地饶益有情 他可能最后选择自己 比如说 给谁都不愿意出麻烦 虽然我发现对众生是有利的 但是我就害怕给别人接触 害怕自己很辛苦 这样之后 自己还是好好地 自我的解脱 其实自我的解脱 说起来很好听 但实际上很多都是一种小乘的发心 确实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有些特别 愿意自己的一种空间 跟谁都不愿意接触 不愿意交往 这些人一方面可能有一些修行的 出世间的想法和信心 但另一方面很有可能 我并不是完全决定 但很有可能有一些 自私自利心比较强 我们这里有个别的一些道友 学着学着学着 到最后的时候 好像真正所谓的利他心 口头上说得很好的 不管是在有些法师 有些辅导员 在平时讲的时候 啊 确实是头头是道 真的是很好很好的 就像我们现在 极个别的一些政府领导 在会议当中 讲得特别特别好听 哇 这个领导可能是当国家最高的层次 可能没有什么 然后下来之后 他已经习惯性地讲完了就完了 让实际当中自己亲自去做 亲自去感受痛苦众生的一些 比如说 你多听一下他们的苦声 多擦一下他们的眼泪 多想一下他们内心当中的感受 基本上是至上贪病 没有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大家也应该讲到了 第一地菩萨 他为什么不会堕入极灭的变呢 相关的讲义当中都说 他因为有了大悲心 我们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遇到再大的委屈 伤痕 或者说对别人 对你不供的待遇 但实际上不会很在意的 一定会从大去出发 这个还是很多人讲应该要值得记住的 这也许也是在你的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窍诀 这种窍诀 一般来讲用黄金来买的话 也不一定 因为现在黄金越来越不值钱了 所以说这种窍诀越来越值钱了 大家要记住 不然的话 比别人多走的话 也是比较可惜 下面讲什么呢 灭地的思想 灭地的思想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几空心 正得佛陀心 便舍诸经法 遣除诸苦病 这个是讲的灭地 第三个灭地的思想 灭地的思想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得到第一地菩萨的智慧 他完全都是证悟了欲界的 就是凡是灭地所包含的一切万法的 都已经通达 证悟了空心 而且证悟空心的 无间道的境界 今后有境无二无别也好 或者说一切色等万法 显现当中是存在的 但实际当中未成续 也是不成立的 完全是一种空心 远离四边八息的境界 这种境界叫做通达空心的思想 也就是说 在欲界当中灭地的法人 正得佛陀心 讲到了他的法治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也是证悟欲界当中的一切万法 所有的这些法 在色等一切万法 因为本性都是证悟到空心 所以依靠这种境界 将来很快的时间当中 他有把握 有能力能圆满正等觉 佛的本性 或者说以无量法界 无二无别的善根的威力 将来很快的 因为获得一地菩萨以后 很快就获得了 真的佛的果位 所以说 他会得到佛陀的果位 到了一地菩萨以后 将来很快会得到这种境界 所以说 叫做灭地的法治 后面 边色诸境法 边色诸心法 也是同样的 这个菩萨证悟了 上界的一切万法 以清净的涅槃法来色色 也就是说 因为一切万法 色等一切万法 名言当中会显现像的 但实际上跟清净涅槃法 清净空心法 无二无别的 没有一个不色的 那么这种境界的无间道 实际上是 他的内人的智慧 然后最后一个 遣除住病苦 这种菩萨他证悟了 也是上界一切万法的本性 正因为他在入定的时候 通达了一切万法的实相原因 以这种智慧的威力 在出定的过程当中 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八种灾难 还有我们种种的身体和心灵的疾病 内外的 种种种的灾难和痛苦 都可以予以遣除 那么这个境界的解脱道 实际上是灭的 灭的应该说是内智 这种智慧叫灭的内智 灭的也是四个形象 法人法智和内人内智 总共有四个形象 其实它的翻体不同而已 里面也有本体互为一体的 应该可以有这样的 这是讲的灭地的思想 下面讲的是道地的思想 道地的思想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灭除涅槃之 诸佛疏护党 菩萨海森党 一切相知力 自主利友情 所修布施党 回向大菩提 那么这个讲到 刚才讲了 苦地的来源 知道是极地 极地要断除的话 必须要现前灭地 那么现前灭地的唯一方法 需要依止道地 依靠道地来灭除业和烦恼 或者痛苦 只有这样才可以现前灭地 现前灭地的话 这里是道地的四种相 道地的四种相在颂词当中讲 灭除涅槃之 首先第一个是 这个是道地的 应该说是内人 不是内人 应该是法人 他是怎么讲的呢 灭除涅槃之 也就是说到一地菩萨的智慧当中 完全证悟 证悟什么呢 证悟现前欲解的一切法 全部的色等一切万法 实际上他没有一个真正的相 在生意当中 甚至不要说世俗的相 甚至涅槃的执着 也要灭掉 灭除了执着涅槃的 或者清净的 空性的 这样的相的无间道 无间道的经和由经 无二无别的境界 实际上可以称之为 叫做道地的法人 也就是说他的灭除了 涅槃自作的相 就像我们学中观的时候 到最后甚至比涅槃更为殊胜的法 也成为如梦若幻的 这个《般若经》的教证 引用在禅定修行里面一样 那么涅槃的自作灭除 叫做法人 着 把灭除了咱们 看 先观iser Super 好动吗 啊 态度还可以 可以 外面的网络中有些人学的还可以有些人还是不信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着一直忍着还可以 有些虽然听不懂的把网络打开 然后旁边做其他的一些琐事 这也是一种听法的态度 有些还是很认真的有些边吃东西边听法 他非要把听法的时候把吃饭合在一起 一定要边看一看 咔哩 咔哩 下面这叫一举两道 这是第一个 宝地思想当中的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诸佛俗霍等 诸佛俗霍等 也就是说他证悟了 现见欲界当中的一切万法 会空性无二无别的这种境界解脱道 就是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在触定的时候也好 或者说在厚德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证悟了空性的原因 世间当中的一切 邪魔外道也好 各种疾病也好 这些不能危害他 不能危害他的原因 就像《般若经》当中所讲到的一样 世间当中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 就经常保护他 守护他 因此这种菩萨不会受到世间的损害 其实世间的损害有三种 第一种是自己造的 第二种是其他众生带来的危害 第三种除了这个以外 偶然的一些 像地水火风等等这些现象 第一种是自己造的当中 有些是自己今生当中造的 有些是前世造的 有些是更多前面的生世当中所造的 这些大多数都是依靠佛的威力和佛的加持力 即使自己一定能感受的有些业的话 也是要么根本上不受 要么减轻 就像世间当中有很大关系的一个人 虽然自己以前做过坏事的事情 受到法律的惩罚的时候 他依靠一种后盾 那么由他的一种威力和自己的福报结合起来的时候 这种罪不用受一样的 第二个是用他人来造的 他人来造的话 当然跟自己的业缘也有一些关系 但主要是其他众生来损害的 包括一些外道 邪魔 一些妖精等等 那么这些来危害你的时候 实际上佛的加持不断地保护你的话 不会受的 不会遭到这些危害 还有一些世间偶然出现的地水火风 自然灾害 这些也是能遣除 因此一般来讲 修般若空性的菩萨不会有一些大的违缘 即使有些违缘出现的话 他很快的时间当中马上会转为道用 因此我想我们讲《现观众案论》 实际上跟《般若经》要进行对应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般若舍诵》 《般若舍诵》我前两年也翻译了 也给大家讲了 今年我们《般若般》的有些道友也在学习 学习过程当中他们理解的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我希望各个地方学会的人也好 其他道场的人 如果你对《现观众论》的很多《现观众案论》 无法了解 无法接受的话 至少也一定要听一遍《般若舍诵》 般若的威力和般若的功德 它的加持的的确确也是不可思议 当然最好自己经常念《金刚经》 念《心经》 《般若舍诵》 同时包括身上带的般若挂奸 我们以前也是用藏文来做的 用汉语来做的 这个《般若舍诵》确实是依靠文字的形象来保护自己 我自己认为从小都是对《心经》 《金刚经》 还有《般若舍诵》 任何非人危害的现象 我就心里面 除非是我前一辈子不可转变的一种业现前 那都可能没办法的 像目犍连和舍利子在显现上 他们也会受业报的 那么这个很难说的 一般各种各样的违缘和这些痛苦 有诸佛菩萨的保佑 诸佛菩萨的保护 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确实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经常说 一切万化是空性的 有什么佛菩萨的加持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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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并不是你很相信空性 不是相信空性 我在这个即生当中 看见过很多的上师 确确是证悟空性的这些上师 但是他们的加持品是最多的 比如说以前 我亲自没有见到过灯州法王 但是在电视里面看到他的身上有很多的加持品 包括嘎吾河 我以前见过丁国钦瑟仁波切 他确确实实是开悟者 但是他博之上有 蒙蓬仁波切的文殊菩萨 特别特别大的 大概有这么大的 有一次我在九零年的时候 在德里 在一个宾馆里面见到 本来钦过钦瑟仁波切的 他经常喜欢把上身全部脱下来 我看到他那个佛像特别特别大的 但是他跟我们看这就是 蒙蓬仁波切亲自加持过的 像他那样 上师亲自加持过的是 天气再次没有热 一直待着的 而且上师如意宝 他也是随身带的 比如说西解脱 还有很多随身带的上师行地 嘎吾河 现在很多修行人 很多年轻人 基本上所有的加持品都没有 没有什么加持品 我看到有些和尚很不错的 身体也很苗条 随身都没有什么加持品 可颂也没有 只有一个钱包 还有这个钱包坚索成 打一个银行卡 一个身份证银行卡 穿在这里 看起来还是很像一个真正的公务员 这也是现在很好的一种修行人吧 不过也许可能真的有证悟空性的 有证悟空性的话 全是在一些境界当中 也不一定 但诸佛菩萨的后悦 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世间修行人来讲 还是需要依靠相 要受加持 确实有一种加持的力量 这是一种信仰 这是一种信任 这种信任 随时都展现他的威力 所以我想 来自我们的能取所取 全部效益发解之前 还是需要善和恶的执著 尤其是对善的执著方面 要自我的保护和自我的体生 也是不可缺少 这就是作为菩萨 他有这样的 这就是菩萨愿欲解的 到底的想法 他就是说 叫做到底的法智 笑什么 法智 说 不杀害众生等一切诸子力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显见了 就是上界的 到底的一切万法 这个时候在生意当中 见到空性 不可思议的境界 而世修当中 当然作为一地菩萨之前 他一般的不杀害众生等等 十善业他会行持的 但在这个时候 完全更加的断掉习气的方式 一个是不杀害众生 不杀害众生等字里面 所包括的其他的不妄语 十不善业 十不善业全部断除 其实十不善业断除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切智的因 一切智是佛的智慧 一切相智的利 这里利子 实际上就是一切智的因缘 这样的因缘当中 不但自己安住 而且让别人也要安立在这个上面 安置于行持十善 意思就是说 作为一地菩萨 他自己完全断除十不善业 然后安住于佛制的因 让别人劝 我们有时候经常讲 有些人自己身口也非常清净的 有些是他前世的 居生的身口也寂静 烦恼 微弱 有些因为前世的原因 身口也极其不寂静的 而且十不善业的时候 他就很聪明 做什么都是很有兴趣的 一说善业的时候 就开始没有兴趣的 我听说有一个道友 每次在电视上 现前一些法师的课的时候 不断地打瞌睡 不断地靠瞌 然后看什么新闻 乌鸡巴扎的时候 他一般不会有瞌睡的 就马上眼睛打起来了 开始 这就是一种菩萨的威仪的因 比较减弱的 作为一地菩萨来讲 当然不会有这种现象 他经常自己也住于清净 让其他的众生也安置于这个上面 也就是说能成办自他而立的实相 这就是什么呢 到底的内人 所修布施灯 回向大菩提 那么这个他证悟了 也是上界的 道地的一切的相 他解脱道的时候 实际上是今后有今 是无二无别的 他以前布施 持戒 还有精进 以及六度 色色等 一切的这些善根 他不会自己自我享乐 应该是普愿一切众生获得无声佛果 而做大回向 那么这就是到底的内智 也就是说 从这个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作为我们修学大乘佛法者 随时都是 哪怕自己做的任何一个发愿 任何一个善根 还是不能忘记回向给菩提 没有回向菩提的话 那么很多善根很容易耗尽 很容易被其他的因缘 会摧毁的 我们回向的时候 还是范围广一点 这样以后很重要的 昨天我跟有些老师 给他们培训的时候也说 我说 你们每一个老师 每次都是多想一点 我要这样帮助众生 我怎样把文化 佛教的精神 能弘扬出去 如果你们每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假装的心态 如果有这样的话 一方面减弃你自身的很多烦恼和痛苦 另一方面 当你做任何工作的时候很顺畅的 我们在座的发心人员和修行人员也是一样的 我们平时有一种利他的 比较广大的心态 比如说我在这里发心 天天打电脑 他在天天打电脑的时候 我如果自己有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态下 我就每天都是觉得 哎哟 好累啊 这个人也看不惯 那个人也看不惯 上面 下面 左边 右边 背后有一个坏人 那这样一直有一种痛苦和一种焦虑当中 没有什么 因为好像都在冲击我 都在攻击我 有这种心态 如果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 我自己无所谓的 我的心态很想帮助别人 我只要有一口气 只要有一点能力 我全部来付出 来帮助众生 那这样在佛教当中 它是最高尚的一种修行 而自身来讲 很多自己的烦恼和痛苦会忘掉的 为什么现在众生在轮回当中 流了那么多的泪水 应该说99.9999%都是为自己而留下的 真正是为他众和利益众生而留下的泪水 从小 从母胎来到这个世间 最后离开这个世间 在整个漫长的世间当中有没有 很难说确实我们为了众生 流过一滴眼泪 这个应该是比黄金还值钱的 但是有没有 自己可以想一想你 到底哭过没有 即使哭的话 你为自己哭的 还是为他人哭的 应该是大多数都是自己哭的 我经常听到很多人吵架 尤其是现在不同的新闻当中 每天都有这种哭声和眼泪 但是这些从表情上看来都是为自己而哭的 为他而哭的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真正能回向大菩提和利益众生 好像很多众生的眼泪自然而然会干涸 但是这样看怎么办也是很好吧 这就是什么呢 道地的内智吧 我们以上讲了道地 也就是说见到菩萨的不同的十六种形象 就是十六种形象 下面有一个摄意 前面略所广所摄意当中 摄意颂词是这样讲的 是道之刹那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十六形象 实际上都是道之的刹那 本来十六形象也好 见到的智慧 第一品当中也会讲到的 第二品当中也会讲到的 第三品 第二品当中可能后面还会讲到 然后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都有讲见到的时候 但在这里主要是以道之为主的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 每一个形象 实际上都有经和由经 无二无别 实际上是以道之的道地 以道之为主的经和由经 无二无别 也就是说道之的智慧作为由经 道之所了知的道作为经 道和道之无二无别的这种形象 叫做什么呢 叫做十六形象 苦极灭道 每一个都分为法人 法者和内人 内智 这样以后 总共有十六形象 但是这个十六形象 一般来讲 见到的时候就是安理的 我稍微在前面也给大家提过 本来见到的这种安理方法 有俱舍论的安理方法 还有大乘阿毕达摩的安理方法 还有舍抉择论 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它里面的方法 可能跟大乘阿毕达摩 应该是比较相同的 以及有中观的 中观也是有弥勒菩萨和龙猛菩萨 也有不同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主要以大乘的宗观 龙猛菩萨和弥勒菩萨 他的观点无二无别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解释 否则我们《现观庄严论》的十六形象 完全是按照俱舍论的讲法 实际上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十六形象 实际上是按照俱舍论 也是从名称上 完全跟前面是一样的 十六形象也是愿上界和愿下界 这样的一种方法 而大乘阿毕达摩 他把愿三界的苦地作为一种方法 然后愿三界的密地 愿三界的基地 他的愿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他前面作为无间道 作解脱道 那么后面的内人 内智作为一个殊胜道 在殊胜道的境界当中分 总共这样的 还有一个按照《五个光尊者》 在《法界宝众论》和《大圆满信息修习》 《大车书》里面也讲过十六形象 在十六形象好像记得 《五个光尊者》 因此就是说 先苦极灭道 每一个地在每一个地上面 分不同的四个刹那 这四个地是次地而现前的 也就是说 先证悟苦地 证悟极地 然后证悟灭地 证悟道地 它是这样 在四种不同的刹那间当中会产生 这四种不同的 四种城市刹那 你们方便的时候 最好看一下《大圆满大车书》 还有《宗派宝藏论》当中 应该是《宗派宝藏论》 《五光尊者》也有这样的 但这样的话 我们《宗派宝藏论》当中 一般 孟宝仁波切在《智者入门》当中说 十六形象 实际上作为一个菩萨 在一刹那间当中 见到了一切万法 证悟空性 证悟空性的时候 这个城市刹那是一个刹那 然后在这个证悟空性的 不同的繁体 按理为十六种不同 从表面上看来 五光尊者跟菩萨波切 有一些观点不同 实际上也并不是 比如说我们讲到十六种空性和智慧 实际上它也是 表面上看到 好像有十六个空 十六个智慧 但实际上它也不同繁体而安理的 还有我们证悟仁我的时候 证悟一地菩萨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证悟仁我和法无我的不同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有一种 法无我的尸体和仁我的尸体 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根据六四正理论 还有六四正理论的讲义 来了解的话 实际上现见 涅槃无二无别的本体的时候 那么是一个法性的 一个法性的话 它可以通达一切万法为空性 这是一个刹那间当中的 这样的话 可能有人问 那这四个刹那 有些人也有这样的说 比如说前面的五间道 然后解脱道 后面殊胜道 这三个道应该是不同时间产生的 这三个道怎么会在一个刹那间当中安理呢 实际上这也是没有矛盾 为什么没有矛盾呢 比如说我一刹那间当中见到一切万法的真相 三界轮回的一切真相 枯极灭道 三个 四个所舍的一切万法的真相 但我所证悟的应该是一刹那间当中 在一刹那间的前后 前面的五间道 就是所有的这种障碍 全数的这个部分 可以跟正在正握的 无间的 没有任何障碍的 从这个繁体的本面来看 我可以安立为是无间道 然后当我真正智慧体现的刹那 叫做解脱道 然后远离了障碍 它真正获得了殊胜道的时候 就叫做殊胜道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真正是 获得一件事情 或者相续当中生起这种智慧的话 智慧的前后实际上是围绕 以刹那的智慧而安立的 那这样以后实际上如果我们 从相续的角度来讲 按照五国王尊者他说 至少也是有四个刹那 好像记得是十六个形象吧 四个刹那是次第而产生的 那这样的话 它是从智慧的相续来讲的 这样的话 那么就可以的 然后按照莫本仁波切的话 他当下证悟中间的刹那而安立的 那这样的话 也不会有矛盾的 一个是刹那证悟的相续来讲的 一个是当下证悟的层面来讲 十六形象有些说是同时的 有些说是非同时的 有两种不同的 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怎么样承认的话 都是应该合理的 不管怎么样 凡是在一刹那间当中 他会证悟的 证悟的前前后后 如果我们全部算进去 十六个形象在整个前后都可以安立的 如果真实在证悟的 一刹那来安立的话 那证悟不可能有很多的解脱道的证悟 无间道的证悟 殊胜道的证悟 他有很多很多次第证悟 不能有的 他真正的剑刀是安立为刹那 当然这个刹那是实际刹那 还是城市刹那 大多数的人来讲 它安立为城市刹那 如果是城市刹那的话 那么它前后全部 不一定是一个本体 如果是一个本体的话 那么解脱道跟殊胜道两个 一个本体的话 也有一些过失 我们从证悟的真正的真心来讲 是一个刹那 然后一个刹那的相续来分 是不是有前后的不同刹那 这样可能比较合理的 其他有些讲义当中 也没有特别详细的分析 但这个一般在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有一些辩论的 希望你们应该多翻一下无光尊者的教言里面怎么讲的 还有六世正理论 还有其他的大乘阿比达摩 巨舍论 这些都是可以互相对照 然后可以辩论 如果辩论 辩不应的话 互相吵架也可以 对吧 真正是 本欧讨师的教言 本欧讨师的教言 提供的教育 美丽区 他们要求祢 有一个疯独传 美丽区 他们去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